伴随着云中军和攻速鞋的削弱 很多兄弟们就在想 还有谁操作简单强度又高呢 答案就是加强后的神哪吒 之前我们给大家案例的全输出打野哪吒 在没有苍穹的情况下容错力还是偏低 经过加强后新版哪吒出装 不仅能让你在人群中滚来滚去 打出大量伤害 还能保留大招一开 一头创实对面脆皮的爽感 这还不赶紧学一首名文 十一遍 十引力十一眼出装 肉刀冷静鞋 红脸斗篷 冰痕之握 苍穹魔女 冰痕加苍穹的减速效果 能让你沿着对面打 对面交了位移 再用二技能追击 这样就避免了 因为二技能短时间内 无法对同一目标释放 导致放跑对面的尴尬 接下来直接进入全局思路 开局人就先a一个小野怪 然后一技能刮蓝buff 调整走位后 通过一技能的范围的伤害来刷双眼 肉刀的刷野速度在前期稍微会慢一点 大概1分17秒左右刷完红升4级 但大招的支援可以弥补这一点 由于地图变大 现在敌方稍微压深一点 就没那么容易回塔下 此时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大冲过去 虽然一技能的伤害砍了 但是大招的伤害没变 数值仍旧很高 二打二是完全不虚的 前期可以利用大招捡人头和快速跑突发育 当出完红联和大入刀之后 就是我们的强势期 一个大招飞过去接一技能 配合灼烧伤害 对面c位1分之1血就没了 接下来就可以平自身的坦度 用二技能配合平a和一技能 不断刷新火种的灼烧伤害和真实护准 此时你就会发现 在不知不觉中 敌方就嘎了 哪怕是马可这种多位移的英雄 只要运用好二技能 那也能轻松收下 到了中后期 敌方基本都会抱团推进 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 当你大招飞不到敌方后排时 可以先飞前排 然后利用二技能滚到后排脸上 看情况继续追击 还是利用兵线和野怪逃跑 期间尽量用一技能多刮一些人 会后续团战创建优势 出完苍穹之后 我们就来到了巅峰期 大招苍穹一开 配合自己的不断刷新的真实护盾 你甚至可以扛着三四个人的伤害的同时 把对面c位切了 连招也是非常的简单 2-1先刮一下 然后对着不同的目标使用 二技能 期间尽量用一技能多刮一些人 叠满三成火种的伤害是非常高的 比如这里米莱蒂还剩五分之一左右的血 就直接被烫死了 在银中军削弱的情况下 我个人认为 打野肉能炸是强度比较高 很设上分的英雄 护盾加减量能对敌方c位限制很大 感兴趣的兄弟们快去试试吧